大宋朝廷的吸血游戏 王安石变法就推行示意法 以20%的利息发放贷款 老百姓用房子做抵押 有利息朝廷就有利可图 就把发放贷款当成业绩考核官员 官员有了压力 只好把贷款强行摊派给商户 不管你需不需要钱 这钱都得借你 宋哲宗元佑二年 皇帝就决定清理贷款和利息 搞一次大剧烈 凡是欠朝廷钱的人 只要你还不上 房子没收人抓起来 条件困难的小商户 可以稍微给点照顾 财产没收一半就可以了 建议大夫梁涛 听说皇帝要全城抄家 赶快就给朝廷上书 说我们搞这个强制贷款 已经让很多开封城的百姓家破人亡 后来朝廷允许百姓按月还贷 这是人证啊 可又加收了质纳金 质纳金的政策没出多久 这又要抄家要账啊 朝廷的政策不能总变来变去啊 这么一搞是把百姓往绝路上逼 如果百姓破产了 朝廷也收不回来钱呢 这对朝廷没有好处 梁涛写了这封上书 自我感觉啊 恐怕还是说服不了皇帝 就又写了一张纸条 夹在奏章之中作为补充说明 他说想当年仁宗皇帝的时候 西北呀有战事 朝廷没有军费 就把开封城中十几个大户弄过来 一天时间就凑齐了军费 说皇帝您哪得继承祖宗的办法 先别赶尽杀绝 再养他们十年二十年 那时候啊 开封城中就会发育出若干大户 等到危急时刻 朝廷用钱了 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啊 梁涛这是在告诉皇帝 不要总惦记着杀猪放血 有的时候啊 也得养猪 把猪养肥了再杀 朝廷才能利益最大化 朝廷